女人脱掉外衣 摘掉帽子 头发一甩 戒指滚到漏水 当众习起了澡 听到特警的声音 她掀发之人 裹着浴巾突然蹦出 就这样 她依偎在特警怀中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在确认安全后 从玉帽里 掏出一枚鸽子弹大小的宝石 扬长而去 女人叫志贤 是邦子国赫赫有名的江扬大盗 据说只要是她看上的东西 就没有弄不到的 这天 她收到消息 称有个价值连城的麒麟香炉 被富豪卖下 并放弃了她的私人小金库 志贤很感兴趣 于是找来同伴伪装成母女 由于志贤天生励志 富豪很快就不拿捏 并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为了展示财力 她开始向丈母娘炫耀 说什么都要带她去小金库看看 而两人刚离开 志贤就脱掉外衣 扯下裙子 头发一记 行动正式开始 只见她快速走到窗户前 接住上面送下来的绳索 随后踩着墙壁 一蹦一蹦地来到房间 紧接着关闭电力供应 准备从通风管道进入金库 而另一边的母亲 则是用相机偷偷拍摄保险密码 随后将其放在隐蔽的箱子上 并在离开时 用口香糖堵住感应器 很快志贤就从通风口一跃而下 她找到相机 潜入金库中的隔间 盗走了价值千万的麒麟香炉 最后远路返回一气呵成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当母亲和傅豪回来时 刚好看到姿势怪异的志贤 不过她灵机一动 谎称自己肚子疼 傅豪也没多想 可就在起身时警报响起 志贤也趁机拉好拉链 准备开溜 另一边 傅豪去金库查看 发现了口香糖的端倪 同时觉察到香炉被吊包 她急忙让手下拦截志贤 即行搜身 听到搜身 志贤一脸的生气 怎么 你是不信任我 还是不信任我妈 可毕竟失误价值连城 傅豪还是咬牙坚持搜身 就这样 傅豪不仅丢了香炉 还没了妞 殊不知 她的一举一动 都在志贤的计划中 而那个香炉 早在她回办公室前 就已经交到了同伴手中 全志贤凭什么是 韩国第一女神 因为她敢拖 一贫一笑 皆是万千风情 从富豪手中拿香炉 本就不是什么来事 然而还没高兴聊聊 警察来了 原来他们一直被密切关注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无法进行抓捕 看警察没事就来打打牙计 几人一琢磨 韩国是待不下去了 要不去中国吧 那边山好井好 还有西国池 恰巧有个河国人老嫖搭线 说有个价值三百亿的大任务 半斤重的钻石 太阳之类 几人一看这东西之前呢 于是连夜出发 很快 志贤团伙就和达叔团队进行会面 中间人也迅速赶到 由于这次难度系数极高 再加上强王不压地头蛇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 共同罚家致富 根据确切情报 宝石项链在一位富婆手中 现在位于她房间的保险柜中 由于富婆喜欢赌博 因此由达叔和大妈组成夫妻团 去吸引她的注意拖延时间 随后由志贤去色诱酒店经理 骗取房卡进入酒店 其余人则是伪装抢劫 控制监控安保等系统 混淆警察视听 计划确定后 双方再次确认细节无误 行动正式开始 第一步是拿到房卡 只见志贤衣服一脱 抹胸险些压不住她的汹涌澎湃 看有些发呆的小弟 他知道今晚事在必须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经理兴趣先有点奇怪 志贤都要漏点了 可他却一眼不看 反而一个劲的顶着小弟 最终在他的牺牲下 房卡成功到手 而另一边的达叔二人 也进展顺利 在他的故意放水下 富婆一会输一会赢 好胜心被完全激发了出来 而拿到房卡的志贤 也成功混入酒店 准备使用吊锁 前往富婆的30层豪宅 女人系好吊锁 划出窗外 准备攀爬到30层行器 本以为简简单单就能完成任务 结果一个不小心 好在他及时掌握平衡 这才重回墙面 又过了不知多久 终于成功抵达30层房间 紧接着他掏出工具 切割玻璃 随后让同伴进入屋内 准备强行破解保险柜 而得知他潜入城宫 楼下的几人也开始第二步骤 回销视听 只见一人假装物品掉落 随即掏枪制服安保人员 再逼迫他进入监控中心 断掉大厦电源 而VIP包厢里的达叔两人 也掏出武器开始控制人群 正以为任务圆满完成时 智贤却发现保险箱内空库入业 只有少许现金 这是怎么回事 还不等反映过来 所有人的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 是中间人老瓢发来的 他说非常感谢诸位来参与这场活动 不过计划有变 钻石他不要了 看到这几人瞬间躲了 不要钻石怎么可能 一定是他自己独吞了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见一个老头趁人群慌乱 伸出手臂 在储物柜中一阵摸索 随即套出一颗宝石放入碗中 原来他邀请中韩两大盗窃团伙 就是想让他们当自己的替罪羊 更恶毒的是 他特意提醒警方包围大厦 导致盗窃团队只能匆忙撤离 结果逃亡途中 一不小心发生意外 小弟被抓 达叔和大妈直接被汽车撞死 要知道 之前出道这么多年 还从未被人如此喜怒 他气不打一出来 说什么都要为同伴报仇 于是他根据当天面对老朴的坐驾 随后威逼利诱得到了老朴的行踪 得知他在三天后 将要和一个韩国黑帮交易 几人连忙赶回韩国 并在交易前 伪装成修理工潜入房间 在头顶的吊灯之中 之前发现了宝石项链 于是他果断拿走 并放了一个赝品在上面 而他前脚刚走 老朴也带着黑帮来看货 可看到项链的瞬间 他就意识到这是赝品 为了保命 他假借上厕所 实则通过卫生间逃离 当黑帮意识到不对时 连忙开枪射击 而枪声也吸引来特警 就这样 黑帮与特警开始火拼 另一边 智贤从通风管道下来 可这附近都是警察 如果被盘问 钻石铁定被发现 忽然智贤看到有家水管爆裂 于是灵机一动 脱掉衣服 开始当众洗澡 等听到脚步声时 他先入为主的头盖送抱 最终在特警眼皮底下 逃之夭夭 故事的最后 成功复仇的智贤 手握钻石回到了香港 曾经的同伴给他介绍结婚对象 这嫌一脸开心 可当看到结婚对象的模样 他慌了 这不就是那个大冤种富豪吗 于是吓得他连忙跳进水中 仓皇而逃 夺宝连忙毫无疑问 是不优秀的商业片 虽然里面的一些细节 充满了草莲 但毕竟是无厘头电影 认真你就输了